美国德州的尤瓦尔迪在当地时间24号上午 发生了小学校园的大型枪击案 而年仅18岁的枪手已经被赶到现场的警方击毙 当局已经公布了枪手身份 名叫拉莫斯 生活在当地 疑似是拉美伊的美国公民 根据消息回报 拉莫斯是单独行凶 犯案动机有待调查 德州州长还表示拉莫斯在进入小学犯案之前 先枪杀了自己的祖母 拉莫斯也在犯案前三天 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传了AR15步枪的照片 还把照片传给学校同学欣赏 这位不愿知名的同学向媒体透露 拉莫斯已经很久没到校上课 事发后 许多学童家长们在现场焦急等待 生怕得知孩子的死讯 至于美国总统拜登从日本反抵美国 也已经听去了枪击事件简报 拜登感性地发言并下令白宫与政府机关降下半期以示哀悼 同时也大力敦促枪支法案进展 希望阻止美国的意外枪响一再频繁的发生 欢迎新闻刘倩文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